正所謂有頭髮誰想做刺過 相信有頭髮的大家都有去過髮型工做頭髮 今集就講講大家做頭髮經常縱伏的經驗 杜太的頭髮很難搞 她是緬甸公主 直接就亂了 你不要把我公主的身份說出來才行 可以跟杜拜王子有關 我的家族的基金 而且你又是唱歌出身 沒錯,我的高音表得很好 你還有唱兩個商場 沒錯 你有沒有閃卡用? 中東王子 你老母明明是一條中東提子 當然你說剪劉海也很容易欺 劉海欺 終於都可以說出這個字 你有劉海?劉海威 有網民覺得自己的頭髮很平凡 就是覺得這樣… 是時候作出一些改變 他沒甚麼頭髮可以製造 你不要這樣說 在一些很沒頭髮的人來說 這已經是夢想 不是每個人這樣的年紀都用這麼多頭髮 他就覺得做人一定要有心機 精細一點 所以他每一小撮頭髮都用錫紙來包著 他捲了三十條 三十束 覺得自己做得到這件事 之後就幫他製造這個頭髮 還沒有透露用哪隻電髮水 那效果就是… 這次很厲害 那一定會你的輪胎就會… 就會變得多一點 結果電完出來就變成這樣 不是,他現在整身都是靜電 是呀 即是碰到玻璃球那樣 是呀 他現在是… 哇,你靜電那麼厲害 那些… 那個玻璃球 哈哈哈哈 他還沒剪 他還沒剪 即是沒甚麼要求的 就會去那些速剪 五十元 快點聲 不過有網民說 這樣也不夠便宜 最近在深水埗找到一間 很便宜的介紹大家去 單剪也是三十元 飯也吃不到 香港的 三十元 現在是… 單送飯也沒有 我真的三十元剪的頭 問你剪不剪 然後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香蔭姐姐 你是不是來剪髮 這個頭很像很像 很過癮吧 扮香蔭在那裡搞笑 你不要臭事先 葉蒙的 你坐下來我幫你看看 你的刷頭怎樣剪 刷頭是用膠袋剪的 然後呢 姐姐就問 這樣吹不吹嗎 要加錢的 我還要吹嗎 是呀 三十元剪的頭 吹完就要加錢 她說不用了 她說不用了 只剪就可以了 只剪就可以了 她說少少錢不怕 二百元而已 好 剪頭三十元 吹完就加二百元 她都未答應 姐姐就幫她含鬧了 行了 少少錢 咦 少少錢不要緊 你吹了 你那個頭也要服事一下 那頭也要吹吹她 她都未說不好 姐姐已經開始幫她含鬧了 姐姐不要 啊 啊 哈哈哈哈